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今天咱们再来聊一个有趣的问题 是关于地砖的 就是地板 那咱们来看地板里能挖出多少知识 首先家里的地板一般都是长方形 因为长方形可以铺满整个房间 就是中间的不留空隙 这在数学上就叫做密铺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图形才可以密铺呢? 这个问题比较大 这样咱们加上一个条件 什么样的正多边形可以铺满整个房间呢? 房间边上你可以给它裁掉或者用一些边角料 这就不算了 只要中间不留空隙就可以了 然后为了美观和省事 我们就只用一种形状的地砖单元 就是每一块地砖都长得一模一样 也就是所谓的单密谱问题 首先我们很容易想到 正方形肯定可以了 因为最常见的大理石地砖就是正方形的 还有吗?正六边形也可以 蜂窝对吧? 正六边形如果可以 那正三角形就一定可以 因为正六边形就是6个正三角形嘛 没了 只有这三种正多边形可以密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正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的内角 刚好是360的因子 60、90、120嘛 所以它们可以密铺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延伸一下 如果不是正多边形呢? 什么样的形状可以密铺呢? 是不是大家依旧觉得这个问题好简单啊? 其实还真不简单 就在2015年数学家才算是解决了周期性的密铺问题 整个历史也有几百年了 咱们来看是咋回事儿 先来看四边形 家里的地板就是四边形嘛 长方形肯定可以密铺了 那平行四边形可以密铺吗? 显然也是可以的 那你就会发现 如果平行四边形可以密铺 也就意味着任意的三角形也可以密铺 因为你只要连接平行四边形的一条对角线 你就会得到两个全能的三角形啊 倒过来说就是两个任意全能的三角形 都可以先摆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就可以密铺了 所以任意形状的三角形可以密铺 能明白吧? 那三角形这就解决了 继续咱们刚才的思路 平行四边形可以了 那请问任意的四边形可以密铺吗? 可以的 因为四边形的内角核是360度 这样你就可以利用四个全等的四边形 通过旋转和翻折 把这四个不同的角挤到一个顶点上去 你就会得到一个八边形的密铺单元 然后用它就可以密铺了 所以任意的四边形也可以密铺 说到这咱们先把密铺的问题放一放 有这么一个无聊的问题 就是既然任意三角形任意四边形都可以密铺 那为什么这个地板非偏要做成长方形的呢? 首先肯定和美观有关了 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喜欢横平竖直、井井有条 所以三角形的地砖我倒是没见过 可是既然喜欢方方正正 为什么地板要用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呢? 我个人想到了这么一个原因 不知道当初设计地板和磁砖的人是不是这么考虑的 没考证过 就是地板铺上以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清洁问题 就是我们总得拖地啊 那地板的面不是问题了 但是地板缝就特别容易进灰 所以理论上你屋子有多大 你就铺一块多大的地板这是最完美的 没有缝 但除非你特质是吧?要不然不可能 那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房间面积是固定的 100平 我现在要限制每一块地板的面积 假设是1平 也就是不管什么形状 我就打算平均100块就给它搞定 那在这种每块地板面积是一个定值的情况下 什么样形状的地板才能使得屋子里面的地板缝的总长最小呢? 问题清楚吧 其实地板缝的总长还是很好求的 因为每一条缝都是两个图形公用的嘛 所以地板缝的总长就等于所有地板的周长之和 然后减去房间的周长再除以2 对吧?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也就是地板缝和每一块地板的周长有关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每一块地板面积是固定值的时候 什么样的形状它的周长最小呢? 或者我们反过来问 周长一定什么形状面积最大呢? 等周定理 对吧?是个圆 但是圆又不能密铺 我们想要的是四变形 对吧?所以我们再限制一下条件 周长一定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四变形面积最大呢? 其实这个问题数学很深 答案是正多变形 就是正方形 听起来挺好理解的 但是证明起来不太容易 咱们再改天再来说这个证明 那如果我们不限制这个四变形 就在所有能密铺的形状里面 单位面积的地板 什么样的形状才能使得地板缝的总长最小呢? 答案是正六变形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问题无聊 这个问题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前50年左右 古罗马的学者瓦罗就曾经考虑过 他叫做《风窝猜想》 完整的描述是 使用最少的周长将一个平面划分成面积相等的区域的最佳方法 这就和刚才咱们探讨的地板缝的问题等价命题 然而它的证明却一直到了1998年才由美国数学家黑尔斯证明 其实黑尔斯是奔着开普勒猜想去了 顺带着把风窝猜想证明了 开普勒猜想咱们下期再说 所以你看理论上加里的地板我们在强行要求是四变形的情况下 正方形才会使地板缝的长度最小 但是别忘了前提 就是每一块地板的面积是固定的时候 如果不固定肯定是越打越好啊 那为什么要用长方形呢? 我感觉可能是地板是镶嵌的 就是如果有一块地板坏了 长方形拆卸起来比较方便 而对于不是镶嵌的而是粘贴的磁砖来说 一般正方形就比较多了 因为我从哪都能把它抠下来啊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好 这是闲聊啊 说回到正题 三角形和四变形我们解决密谱问题了 五变形以上有可以密谱的非正多变形吗? 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貌似不是任意五变形和六变形都能密谱 所以数学家决定先减小一点难度 只考虑凸多变形 凹多变形先不管 其实凹多变形简单 只是凸多变形的一种特例 对于这个问题 最早的公开发表论文进行探讨的人 是德国数学家卡尔·莱恩哈特 他在191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其中给出了五种可以密谱的五变形形状 这五种情况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其中有一种就是把一个正六变形 用120度的Y字形给它分成三个全等的五变形 然后利用正六变形的密谱单元进行密谱 那你可能会问 我把Y字形给它旋转一个角度 这不就有无限种情况了吗? 是的 不过在数学家眼里就是一种情况 所以莱恩哈特最早给出的就是五种 然后这个问题就搁置了 又过了大概45年 1963年数学家证明了一般的六变形只有三种密谱方式 你说我把这个正六变形给它压扁一点 这不还是有无数种吗? 在托普学里这和你正六变形的密谱就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寻找的是密谱的方式 这六变形一下就解决了 除此之外数学家还证明了 大于等于七变形的形状当中不存在密谱方式了 这是阶段性进展的 你看3、4解决了 6以上也解决了 现在如果我解决了五变形密谱问题 那就可以完结了呀 于是人们对于五变形密谱又开始重视起来了 到了1968年数学家Kershner又给出了三种五变形密谱方式 当时Kershner在论文里还宣称 除此之外没有了 证明太多论文里写不下了 但是就只有这8种 妥妥的 结果到了1975年就被打脸了 有一个程序员叫做理查德·詹姆斯 他偶然看到Kershner论文就用电脑找了一下 果然又发现了一种 这就有9种了呀 同年美国一位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 就把这个事发表在了《科学美国人》杂志上 你看人家美国科普工作做的很好 我还得努力 然后加德纳还把詹姆斯的密谱方式命名为第10种 Type 10 你看苹果手机跳过第9代 直接iPhone X不是先例 就象征了未完待续 果不其然这个问题火了 又过了两年 1977年又有新发现了 还是一位业余女数学家 准确的说是一位大妈 叫做马乔里·赖斯 只有高中文凭 但是在几何学却很出名 这位是去年刚刚去世 1975年赖斯就看到加拿大的科普文章之后 用了两年时间 也就是1977年 没事就自己在家里画 又给出了四种五边形密谱方式 厉害吧 至此五边形密谱就已经有13种了 1985年斯坦又发现了第14种五边形密谱 然后这个问题又停滞了 30年之后 也就是2015年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卡锡曼教授和他的妻子还有学生 利用计算机又发现了一种五边形密谱方式 一个很奇怪的形状 用了12个全能五边形 构成了一个类似于S的密谱单元 一共15种 到了2017年数学家劳再次利用计算机 证明了之前的这15种就是全部的五边形密谱方式了 看来这个问题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一个铺地板的问题居然研究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这还没完 因为我们只考虑了单密谱 对吧 如果可以用两种形状呢? 或者用三种呢? 你看立马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 而且要是非周期性密谱呢? 所谓周期性密谱就是我们都得先找到一个密谱单元 然后重复重复重复 那如果没有这个密谱单元还可以密谱吗? 这就是非周期性密谱 有很多有名的例子 比如说彭罗斯密谱 这就典型的非周期性密谱 但是这就不是单密谱了 还有很多大街上看到的铺地砖方式 也都是非周期性密谱 然后从密谱问题还可以延伸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从平面提升到空间 什么样的三维图形可以铺满整个空间呢? 再比如说数学家考虑这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而且比密谱问题研究的要早很多 就是假设我有很多个相同体积的球体 现在我要把这些球体放到一个箱子里 如何摆放才能放的最多呢? 是不是很有生货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开普勒猜想 那你们先思考一下 咱们下期接着聊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